什么样的网站才能够做好谷歌的SO优化呢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Wordpress花园为大家提供的搜索引擎优化视频教程 我是主角人Jack 我们Wordpress花园呢会经常使用Wordpress这个程序帮助客户做外貌独立战 并且帮他做这个在谷歌和社交平台上的一个优化跟推广 然后在我们帮助很多国内外北上广企业的客户做外貌独立战的时候 然后我们总结出了一整套这个搜索引擎优化的一个小技巧 其实呢我们观察下来哦就是在网站与网站之间比如说网站A和网站B 你看上去外貌样式是一样的他们的style他们的design是一样的 但是呢在内核他们的代码层面是千差万别 不同的代码程序呢会严重的影响到谷歌SO优化的排名性能 所以我们推荐是用Wordpress这个软件来做网站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你用其他特别是中国国人开发的一些网站的那个软件的话 你很可能是在这个SAO化这个代码层面顾及的不够好你知道吗 所以呢但是你听我讲没有就是光偏听偏听则监听则明 我们今天来讲讲一下就是你的网站到底哪些地方要注意这个技术细节 然后呢你拿着我这个标准去考察考核一下你自己当前的网站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网站的SAO代码层面做的怎么样好不好 我们直接上干货 这个这一节课程非常难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听得懂 如果说你听不懂听不懂的东西你要暂停然后去搜索一下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好不好 好我们开始直接开始 第一你的暂点标题一定要有很多人说哎暂点标题怎么这个不是很基础的其实不是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他的网站做完之后他是不会去修改暂点标题的 暂点标题就是浏览器上面显示的那些标题很多人还是默认首页或者说一些默认空甚至空白东西所以这个是很很多人会被忽略掉的东西这个是全局的暂点标题是全局的 暂点标题完了之后呢会有一个暂点描述meta description这个东西呢是对你网站做个整体描述的如果说你的客户是海外客户那就是要用英文来描述如果你的客户是中文中国客户的话你就要用汉语来描述这样子完了之后呢 那个heading textheading text是页面标题跟暂点标题不一样的是页面标题是每一个页面都会有对应的标题而且他会h1h2h3这样这个分这个级别的一个分分就是分格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是很复杂的我要合理运用一个这个页面标题是让你的搜索引擎让你的网站在搜索引擎优化上获得排名的一个不错的一个策略 我们基本上每个页面要有一个h1标签就1235678的1啊然后有两到三个h2标签h3标签就就随便了然后后面h4就无所谓的这样子啊 我们后面会专门的那个视频要讲到这一点然后呢是关键字密度 keyword density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让你搜索引擎的某些关键词搜索的时候呢可以出现你的网站你的页面那么你的页面要合理的布局关键词密度这样子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 如果如果说你是卖苹果手机的壳手机壳的话那你就是iPhone case这个词要在你的页面中要主推的页面中至少出现个五六次或者说甚至十几次这样子但是呢有的新手就是做犯了个错误是关键字堆砌的一个这个错误整个页面是这个关键字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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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并不是说你的关键字越多密度越大就越好还要注重用户的体验性所以这个关键是密度啊这个很有讲究的一个艺术的东西我们后面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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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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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其实这样子的图片就会在谷歌的google image里面搜索会出现 因为到头来很多图片还是以它的文本描述作为一个搜索引擎 能够重要参考指标 那这一点是被很多建站系统所忽略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给图片起这个ALT属性 我们有另外一个视频教程是很详细的告诉大家如何用图片ALT属性来获得较高的排名 以及如何在网站后台编辑ALT属性 你可以去找一下那个视频教程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Wordpress花园的这个频道中去找开就好了 然后Internal Link就是内部链接的优化 这什么意思呢 你网站你的一个网站有很多的页面 每个页面如果说你不做一个相互的引导跟内链构建的话 你会让他们是一个相对的孤立的页面 我再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有一篇文章介绍你的产品优势对不对 那你在这个文章这篇blog 这件post里面的一些合适的地方加个链接 给一些文本加个链接链接到你的产品的详情页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内部链接的构建 那么反过来如果说你有个产品详情页 其中涉及到一个使用手册对不对 那可以把那使用手册呢 就链到你的对应的那篇文章 或者说那个使用手册页面中 这样子相互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organic的一个有机的一个叫做优化的一个标 一个水平 那这个其实挺难去做的 因为他会花很大的时间 但是呢有只有花了一件时间你才有一定的机会获得排名 这个也是提升用户友好的一个这个这个方式 好吧我们继续 XNL Sidemen这个占领地图啊 很多人是根本整个网站是看不到占领地图的 这个是对于搜索引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有时候呢要需要把这个占领地图提交到各大搜索引擎的 叫做站长工具webmaster这样子 谷歌有谷歌的站长工具 百度有百度的站长工具 我相信我相信在在此听到的这个观众们很多人都没有提交过占领地图 所以你赶紧去看一下怎么去生成自己的占领地图 我们之后也会出个视频教程 教大家怎么用wordpress的那个软件来生成一键成的占领地图好不好 UIL structure这个呢是个链接优化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说没有做任何优化情况下我们的网站链接都是一些数字啊 或者说是一些制服甚至乱码这样子对搜索引擎非常不友好 每一个页面最好都是要它有一个优化来 经过优化的搜索引擎这样子的一个那个URL链接 其实就给链接起个名字啊 你的URL呢的结构最好跟你的站页面标题是很类似的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玄学的这个东西 我们稍后的话也会专门是有专门讲 现在就跟大家提一提 List format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回想看亚马逊亚马逊的那个产品的详情 是不是经常会出现那种小列表一点一点 就是优势1优势2优势3这样子的一个List 一个这个结构呢 这就是其实也是很多做网站的人忽略的 在我们自己的外貌独立战中 特别是产品详情 因为我们也要经常用这种List 列表的形式来呈现我们产品的特色 因为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受到谷歌的收入 谷歌它会认为你的这个页面结构是非常清晰的 因为列表结构相对来讲会比较清晰 接下来就是JavaScript和CSS的optimization 就是JavaScript和CSS的文件能够优化 很多网站就是没有优化这些文件 导致来加载很多太多这样子的这个脚本跟样式文件 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方法把这些文件给压缩 把它的体积给减小 我们有另外一篇视频教程专门讲到这个 就是用那个叫做WP Rocket的这个插件 你可以去搜一下WP Rocket WP火箭的意思ROCKET 这个视频就看一下怎么去优化就好了好不好 接下来呢就是Roberts File 这个是搜索引擎协议文件 这个文件很重要 如果说你写错了这个文件里面的东西你编错的话 那你很可能你的网站一辈子都不会被搜索引擎给收录 所以怎么编辑好一个Robot Files 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很多的很多网站呢他们都是没有去编好这个Robot Files的 所以导致了上线11年2年之后没有任何流量很可怕很可怕 真的就是你看到这里走你是不是已经听乱了 就是哇这么多事情其实还没有完 只是讲了一半而已赶紧跟上赶紧跟上 Privacy Statement隐私条款 这看起来好像跟搜索引擎没什么关系 但是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单独的一个页面 会让谷歌认为你是个正经做生意的人 你是个正经人啊是个好人 所以呢我们要专门为自己的这个网站 做一个对应的语言版本的一个隐私条款 那么对于谷歌来讲 你知道肯定要做的是英语版本的对不对 你要专门有一个撰写这种条款的人去做 那如果说你不懂的话你可以联系和我们 我们WordPress华友我们会专门有法 我想帮你去看这些东西的 当然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接下来是contact information 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也是非常容易被人忽略 就是你要在你的页面的 每个页面的明显的地方 把你的联系方式写出来 不然的话 客户的访问到你的网站 根本不知道怎么联系你 那你不是浪费了个客户吗怎么办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网站的顶部和底部呢 加一个我们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包括email 这很重要 特别是国外的客户要做email 然后手机号 WhatsApp Skype Facebook的一些主页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信息都要加 注意真的你要加你不要忘记 接下来是test navigation 就是链接导航 这个呢其实很多人都会做啊 但是呢可能做的不够那个清晰 我们就是顶部的时候要有首页要有产品列表啊 然后要有博客要有关于我们 要有联系我们这些页面 这些页面呢你缺一不可 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 还有更加丰富内容的话 你可以做个客户案例页面 客户案例client 就是还有还有就是 呃团队成员叫做页面有更加多这样子 丰富榜满的页面之后可以让你的网站 在让提高这个用户体验度上面超过同行 接下来一个dedicate IP 这个呢就是服务器方面的东西了 你的网站呢最好一个IP对应一个站联 不要去跟别人共用IP 这样子的话万一别人的网站出了问题 比如说啊违规了 他的IP会从而会影响到你的网站 所以呢我们要用专业的这个海外服务器 我们一般是用siteground的服务器 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个不错的一个保障 所以呢这点这点支出肯定是要有的 接下来呢很多人也是肯定是会忘记 他们根本没有装统计代码 Web Analytics 我们基本上指的是Google Analytics 有时候是百度统计代码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不装代码的话 你怎么知道你的网站流量 到底是每天有多少个对不对 这么出现的问题 但是大家不要去消化很多人 我百分之八十的人 我是接到他网站是没有统计代码 你敢相信吗 就是这么这么可怕 真的是让人就是痛心疾瘦 所以呢赶紧去安装个股东 这个是免费的 直接去他们官方申请就好了 真的 接下来呢就是要 让你的网站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呢 有一个这个页面 然后相互 链接回到你的网站中 对于Google来讲 你的网站 你的品牌 你的公司 在各大社交平台 比如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YouTube 这样子的都有出现的话 他会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非常active的一个公司 那么他们也 Google也会给你的网站 但有一定的这个信任度的一个加成 所以 社交运营也是我们 呃 这个 我们文化园服务项目之一 这样子 最后的一点就是 你要做视频营销 还记得我们上一期视频讲到的 做好古怪社优 我画了个重点之一 就是让客户在你的网站上 填流时间 变长吗 那怎么样可以让客户的时间 填流变长呢 就是 让他们看视频 如果说你的视频做的好看的话呢 他就会在你的页面中 把你视频观看完 而且或者 你可以把你的视频上到YouTube里面 这样子 然后链个链接过来 这样子 反正呢 在这个当年这个 当今这个时代 要做好收入引擎呢 光是 做文本 是不够的 要有视频 就像你现在看到我这个视频教程一样 也在做视频 所以呢 我们也会为 很多客户做一些视频 视频相关的一些 那个 推广跟优化 像我们沃特混合园呢 他 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这个代码前面的优化 就光是 这一个部分啊 都要做很多内容 我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少内容 其实超级多 真的 你可以看到 哇 根本是做不完 你看到没有 这么多什么 都前面讲到一些细节 和什么 标题描述 做好内容之后啊 其实 你看我们在谷歌上 随便搜我们之前 一直在做的PVC Box Factory 这个词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我们的网站 平均旁边第四名 然后可以看得到 哪 这地方都出现了 出现了我们 这个客户的网站 是不是 这个做 这个就是做好 搜索引擎的 优化过的网站的一些 呃 案例 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就是前面讲完了 一些东西跟他 就学以致用嘛 比如说 呃 呃 这地方就在就是那个 站连标题 页面标题 这description前面讲到了吧 对不对 然后那个roberts 就是那个 呃 叫做搜索引擎协议 讲了是不是 然后呢 看那个网站 啊 看那个网站 他有有什么 有社交 看到了吗 社交平台账号 前面提到了 然后很丰富的这个 链接导航 然后也有视频 在首页 看到了吗 是不是 这东西都是有 都是有技巧的 不是说你乱去做的 我们都是你看 是不是 多做多好 还有这个顶部的联系方式 我们之前在做这个网站布局的时候 啊都是用心了 然后 啊 还有一个 站连地图 我说肯定是要很 你肯定是要有的 你 你可以问一下 你自己的网站 有没有这样的站连地图 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搜索的到嘛 那 你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一一对应 你有没有你的 你的网站没有抓那么多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想找到专业的人 你可以找我们 Wordpress花园 我们可以帮你做 我们的网站是www wordpresshy.com 这样子 所以做好SU 没有这么简单 不是随便你去 搞几个外链 然后怎么怎么样 都可以做上去的 真的是要大量功夫 好的 关注我们 Wordpress花园 我们定期推出这个 谷歌SOU化视频 叫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